1948年5月18日,河北平山拉向了寥寥的防空警报,三架国民党敌机从天空中呼啸而过。 可就在大家都以为这是虚惊异常的时候,三架敌机竟然再次折返,对傅平城南庄进行了猛烈轰炸,目标赫然是毛主席的临时住所。 毛主席这次行动本就是绝密,临时改变计划没有去西柏坡,反而选择去复平城南庄小住更是一时兴起。 国民党怎么可能如此精准地找到毛主席的住所?答案只有一个,那就是我党出现了内奸。 查,哪怕天翻地覆也要查个清楚。 聂荣臻怒而下令,我党相关部门的同志们也开始了严谨的调查,可查了几个月都毫无结果, 以至于大家都有些沮丧。 直到后来,一条电报的出现打破了僵局,罪魁祸首终于落网。 而在审查之后,我党众人才赫然发现,原来毛主席身边曾经爆发过这么多次他们都不知道的危机, 甚至就连聂荣臻都差点惨遭毒手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这个内鬼又是谁呢?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,极方便浏览往期内容, 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。 毛主席临时住所遭遇敌机轰炸是1948年的事, 可是由于内监坐得太过隐蔽, 所以我党工作人员始终都没能找到线索。 直到1949年保定解放后, 我均才从破获的敌特文件中一份电报上找到了破局契机。 直组组员刘从文自参加工作以来对工作尚为努力, 每次情报颇有价值, 直挺对其按中卫待遇正式任用。 我们都知道解放战争中最为惊险的不是正面作战, 而是情报战, 国共两党都组建了特科, 专门针对情报方面展开工作。 而这条从敌方特科单位里搜出来的电报看似普通, 可是还是被我党相关人员敏锐地看出了几个疑点, 以至于这张电报最终被送到了聂荣针的手里, 引得聂荣针大动肝火。 最终我党同志们基本上能够确定, 这份文件中所说的刘从文, 应该就是当初出卖毛主席行踪的叛徒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第一,这份电报的时间就在当初敌袭后不久, 时间上是相吻合的。 第二,这份电报上有两个关键词, 一是情报, 二是中尉。 什么样的情报才能够让国民党许诺给出一个中尉的军衔呢? 毫无疑问, 这里面必然藏着一条大鱼。 困惑众人许久的悬案, 终于找到了解开的方向, 众人立即就对我党中当时位于附近地区的刘从文进行了筛选。 可是筛选工作很快又遇到了困难, 因为当时一共筛选出了三十多个嫌疑人, 除非一一审问, 否则无法进一步开展工作。 可是一旦判断目标错误, 案件相关信息泄露, 那么叛徒又很可能畏罪潜逃, 所以大规模审问行动也不能实行。 就在众人走入窘境的时候, 突然有一位工作人员开了口。 我之前接到了一份举报, 说是有个叫刘从文的司副长和烟厂的人走得很近, 花钱也大手大脚。 在那个年代, 我国物资条件是相当匮乏的, 能够跟烟厂的人混在一起, 还能够大把花钱的, 家境必然也会极为阔绰。 可是司务长刘从文家里又没什么钱, 众人对视一眼后, 心中纷纷有了答案。 在念荣正的批准下, 司务长刘从文很快就被逮捕了, 刚开始的时候, 他还想负于顽抗, 咬死不认, 可是随着我党同志们将电报拍在他的脸上, 又将烟厂里跟他相处的极好的孟建德拉回来。 刘从文的神色顿时慌了, 咬牙沉默了许久, 最终他还是颓然交代了真相。 原来, 这个司务长刘从文还真是当初偷偷泄露情报的那个叛徒, 当老蒋意外得知毛主席的行踪后, 他当机立断就下达了除去毛主席的命令, 只不过由于他手下无能, 所以许久都没能够获得成功, 这才不得不选择在刘从文的配合下, 对毛主席的住所展开轰炸。 那么在成堆的房屋中, 国民党飞行员们又是如何准确找到毛主席临时住所的呢? 原来, 早在轰炸的前一天, 刘从文就已经把毛主席的准确位置给了国民党, 得到了详细的定位, 那些国民党飞行员自然就能够做到精确打击。 原本刘从文和蒋介石的计划是能够成功的, 只可惜早在第一波敌击来临的时候, 我党众人就已经掩护毛主席撤退了。 虽然第一波敌击没有头弹, 但是负责守卫毛主席的卫士们依旧没有松懈, 还猜到了这一波敌击只是前来侦查的, 所以并没有立刻出去, 而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, 他们以自己的谨慎保卫了毛主席的安全。 一番审问过后, 众人你望望我, 我望望你, 皆是有些心计, 因为他们原本以为针对毛主席的袭击只有这一次, 可经过审问之后他们才知道, 刘从文居然在国民党的配合下, 对毛主席展开过三次偷袭。 第一次是在毛主席刚来的时候, 当时在听到刘从文的汇报后, 国民党命令他不惜一切手段除去毛主席, 而刘从文想到的办法就是下毒。 可是就在他观察毛主席用餐具体情况的时候, 才赫然发现, 毛主席每次吃饭之前居然都有人全程试毒, 下毒这个计划根本就行不通。 第一个计划破产没多久, 刘从文的第二个计划就诞生了, 由于当时他偶然得知了毛主席生了病, 特地派卫士前去抓药, 所以他就想到了请卫士喝酒, 灌醉卫士后用吊包的计划。 理想很丰满, 但现实很骨感, 当刘从文真正去实行的时候, 惊觉毛主席的卫士根本滴酒不沾, 兄弟, 实则所在, 我不能喝酒, 以茶代酒可好。 就这样, 卫士以茶代酒和刘从文喝了个痛快, 直到最后, 刘从文都喝得摇摇欲坠了, 卫士才短暂离洗, 说自己要去上个厕所。 这个时候, 刘从文当然是大喜过望, 可是等卫士离开过后, 他打开药包一看, 药包赫然是空的。 刘从文怎么也不会想到, 聂荣臻不仅给卫士们进行过专门的培训, 甚至还额外地给他们下了一条铁令, 抓药的时候, 药包不能离身。 也正是警戒聂荣臻的教导, 所有卫士小姐的时候, 都是把药包揣在怀里的。 两次计划的失败, 让刘从文彻底没了办法, 他只得向国民党承担自己无能为力, 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, 第三个计划,轰炸计划才正式诞生。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, 蒋介石与刘从文等人, 到头来也只是空算一场。 计划没成, 国民党许诺的中尉军衔却还有效, 刘从文本来还因此欣喜了一阵,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, 军衔还没误热呢, 国民党就被打得败逃了, 而他自己也是直接落网, 要是能提前知道这个结果, 恐怕他是断然不敢判敌的。 那在我军中干了那么多年, 饱受信任的刘从文为什么会选择投敌呢? 谈及刘从文叛变的原因, 无非三方面的诱惑, 权力、金钱、美色。 在刚开始投身于革命的时候, 刘从文也算是个坚贞的革命分子, 为抗日做出了一份卓越的贡献, 由于之前颠沛琉璃吃了不少苦, 所以他在部队里干活也相当努力, 一度还在聂荣臻的小崔食堂里干过活, 颇受信任。 少年的苦难经历虽然让刘从文变得吃苦耐劳, 但是也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些弊病, 比如说喜欢抽烟, 再比如说喜欢贪小便宜, 思想觉悟不高, 也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, 所以他的入党申请一直都没能得到批准。 虽然没能成功入党, 但是刘从文在司令部里还是颇受信任的, 平日里也可以自由出入。 也正因如此, 当烟厂经理孟建德投身到国民党特务机构里后, 很快就将目光瞄准在了他的身上。 国民党高层也觉得刘从文这个人有很大用处, 所以当时不仅给孟建德批了不少策反资金, 甚至还给他派了个美貌的女特务。 当第一次听到孟建德说的时候, 刘从文的态度非常坚决, 不要说了, 我是不会背叛我党的。 听到他这么说, 孟建德还担心了一阵子, 担心这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会举报自己。 可是等了几天, 发现始终没有人来逮捕自己之后, 孟建德明白了刘从文是个什么意思, 所以他还是每天请他吃好喝好, 还利用美女特务去动摇他的意志。 最终眼见时机成熟, 孟建德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, 只要你能办成事, 直接给你国民党中尉军衔, 干不干? 从伙夫直接跃升到军队里的中尉, 这诱惑不可谓不大, 以至于刘从文没多少犹豫, 就回答了一句, 干! 就这样, 刘从文走向了叛变的道路, 也为自己将来的灾祸埋下了伏笔。 而在经过了一遍调查之后, 在确定了刘从文和孟建德的特务身份后, 摩党依法对他们进行了审判, 并且最终判处了他们死刑, 对此也只能说他们是咎由自取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 谢谢您的观看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